故事发生在2029年,日本因突然爆发的天启病毒而陷入混乱,处于无政府状态,进而由中国家之间所成的武力界接受其统治。 位于东京的重灾区六本木,更是成为封锁禁区,之后又以名为失落的圣丹的事件为契机。 日本失去了独立国家的实质权利,并被GHQ赋予了表面上的自治权。 由此,人们开始享受短暂的和平、时光流逝。 十年后的2039年,少年英满籍怀抱住抑郁的心境,并被事先冷眼相待。 英满籍是在天王州第一高校就读的高中二年生,与同学们保持住一定距离的同时,度过住闲散而又平静的日子。 然而极安稳的日常在某一天突然宣告结束。 那天放学后,在自己的老地方和一名少女不妻而遇,少女名为蝶琪。 她正是己所憧憬,并在网上有著巨大影响力的歌手。 而她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其正是由让神雅所率领的藏仪社,一个在被封锁的城市中,歌颂著,从GHQ手中,得到日本的解放,而赌上性命,不断孤独地战斗著的抵抗组织,的成员之一。 即在其羽牙引导之下,与藏仪社而发生了关联。 而后即因为情形紧迫而被迫使用了虚空基因组,她的右手上出现了王之刻印。 通过刻印,即可以自由地从人的身体里,抽取出名为虚空的物质,并以借此为武器得到战斗的力量。 然而这也仅仅是,她所背负的罪之王冠的乌语的开幕罢了。 在经历了一次次背叛与事件后,极由最初的努力维持自己平静的生活的态度变化为由我来承担这一切的罪恶,由我来终结这一切。 这些改变,也正是极不断成长的结果。 最终,极和伙伴们一起终结了第四次默示录。 天体病毒也顺利被消灭了。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十分好看的日漫。 值得大家一看。 记得我当时看这部番的时候,刚好是大二上学期的期末考。 但我仍然是坚定且执著地在那三天里,把这部番给追完了。 在我的主页视讯里,有我做的视讯剪辑,里面还有拔卷神曲。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哈哈。 好了,本次的故事到此就说完了。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留言。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啊。